《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60章 进化 灵溪天眼 但后面追击的人速度也不慢 一道道雷电光芒不断爆发 悍然轰击 大树一颗颗倒下 更恐怖的是 那人头顶上方 大片的雷电正在积攒 显然是要给唐三来一个大范围攻击 唐三没有朝着学院小镇的方向跑 而是朝着侧面山下的方向跑去 在惊动家里学院高层之前 他必须摆脱追击 否则的话麻烦就大了 独白施加给自己的运气怎么失灵了 之前他没感觉运气不好啊 可他现在连家里学院都没进去 真的是 暴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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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刻 唐三将暴闪施展到了极致 飞速远去 后面那个身影不断攻击 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轰鸣 飞在半空中 急速朝着唐三追去 只见他脚下踩着一个巨大的闪电球 头顶上有大片的雷云积压着 下一刻 他猛地向前一挥手 数十道雷霆从天而降 覆盖了唐三逃跑的所有方向 唐三脚踏鬼影迷宗部 为了保命 他已经顾不得暴露的问题了 时光便做好准备 一旦有雷霆临近身体 他就会立刻用时光便使其明智 给自己创造逃走的机会 凭借灵犀天眼 他是有这个观察能力的 就在这时 唐三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双眸中传来一股炽热的感觉 下一瞬 精神之海仿佛膨胀了一下 唐三仿佛看到在自己的头顶上方升起了一只树眼 一道白光瞬间笼罩了他的身体 而他的精神之海也在瞬间沸腾了一下 精神力暂时提升了一大截 追击唐三的雷系妖怪一脸惊讶 因为他发现 在自己大范围的雷霆攻击之下 对方竟然用一种神奇的步伐完美地闪避了他发出的所有雷霆 正在他准备继续追击的时候 他脚下的闪电球变得有些不稳定 天空中随之响起声闷雷 这是要下雨了 接着 他脚下的闪电球随之颤动 吓得他赶忙一个倒翻 离开了闪电球 闪电球化为上百道电光爆开 次目的光芒遮挡了前方的视野 怎么会突然就爆炸了 雷系妖怪族青年在落地之后 还是一脸的惊怒 在想追击唐三时 已经彻底丢失了对方的身影和气息 时间不长 家里学院已经有强者赶到 落还雨 怎么回事 一名四十多岁 身材魁梧的妖怪老师问道 一个小贼 实力不强 好像是闪暴族的 一直在施展暴闪 身材瘦小 所以有可能是闪暴族的人类附庸 大约是四阶巅峰的暴闪能力 一名叫落还雨的雷系妖怪族青年回答道 一个四阶的小贼你都没抓到 你还能再没用点吗 魁梧的妖怪老师大怒 落还雨嘴角抽搐了一下 说 老师 这真不怪我 刚才 我的闪电球突然受到天雷的影响炸开了 这才给了他逃走的机会 魁梧的妖怪老师鼻子抽了抽 眼中怒火更成了几分 斥责道 喝酒了吧你 小兔崽子 喝得连闪电球都控制不住了 简直就是个废物 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老师 我错了 落还雨一脸的无奈 他今天跟两个同学确实是喝了不少酒 但他对雷元素天生有极其强烈的感知力 时刻都保持着雷霆肢体的修炼 而闪爆变一定程度上 就是利用闪电之力来挪移的 所以 当他感受到身边的雷电能量 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唐三 一个四阶的闪爆小贼 就算潜入了学院能干什么 自己真是多事啊 结果被老师抓了个正着 他们这些学员出去玩 老师们其实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可被当场抓住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顿惩罚肯定少不了 别让我抓到 不然我撕碎你 看着唐三消失的方向 落还雨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下一刻 他就被妖怪老师拖着往回走了 唐三在家里城内辗转腾挪 在确认甩掉了追兵之后 这才找了个阴暗处隐藏身形 他的呼吸明显有些急促 脸上的表情却有些怪异 当他的精神之海沸腾的时候 他就明白了一件事 独白施加给自己的气韵之力并没有消失 自己之前对运气的判断也没错 没有真正的危险 更重要的是 就在追击带来的压迫之下 他的灵犀天眼终于进阶了 天狐之眼自然也随之进阶了 那无形中在头顶升起的树桶 正是天狐之眼的效果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运气的强大能力 此时此刻 天空中传来阵阵雷鸣 由雨点落下 这是巧合吗 这是运气 那个追击自己的妖怪脚下的闪电球 突然爆开是巧合 不 当然也是运气 就连自己用鬼影迷宗布 避开所有从天而降的雷霆 同样是运气啊 这些全都是四阶的 天狐之眼带来的运气 这些运气施加在他身上之后 他有种全身要虚脱了一般的感觉 他不断地运转悬天弓 才稍微好一些 要知道 他自身修为可是六阶 六阶的身体承受的是四阶的反噬 效果都如此强烈 可见独白每天在好空精神力之后 那种虚弱感有多强 修炼天狐之眼真的不容易啊 但是 他今天也真正见识到了天狐之眼的威力 太强了 追击唐三的是一名八阶修为的强者 而天狐之眼只是四阶 四阶的天狐之眼施加在唐三身上的运气 就让八阶的强者无法追击唐三 虽然之后有反噬 但如果他的天狐之眼变得更强呢 在气韵之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 会不会让对方被自己的雷霆炸死啊 这天狐变 真是有种得天独厚的感觉 四阶的天狐之眼就是他今晚最大的收获 此时他虽然承受着阵阵虚弱感 但他也能感觉到自己精神之海中的精神力正在进一步的浓缩 让精神之海有更大的空间容纳精神能量 他的精神之海内其实只有十分之一的地方有液态精神力 和身体对悬天功能量的承载力不同 他的精神之海能够承载大量精神力 支撑着他一直到九阶巅峰都不是问题 自己这灵犀天眼必须更好的提升才行 天狐之眼很重要 但原本的灵犀心眼和鹰眼同样有作用 这次天狐之眼提升了 接下来自己可以想办法提升一下另外两种眼功 给天狐之眼的下一步提升做准备 不过独白现在的修炼速度还是有点慢 虽然已经比以前快了不少 但提升天狐之眼太难了 唐三想要提升到更高层次 恐怕要一年才有可能 四阶给自己施加运气 暂时够用了 运气终于可以由自己掌控了 唐三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又在远处观察了家里学院一段时间 这才绕路悄悄地返回了旧熟学院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